今天再次為大家邀請到 是我們福大校長 江汗生校長 他也是我們泌尿科的權威 再次來到節目當中 關心我們泌尿科的問題 讓我們的人生順順順 我們經常有一句話說 從小就要知道 怎麼樣保養身體 沒有 我們有說一句 年輕時 爭小棒過的K 老是那時就遞到A 對 但是有人沒讀到老是 剛才說過的時間 不知道他走邊 走邊 跟謝文老師 他跑了好幾次 對 真的是幾次 幾次 因為我們才錄到第二段 他去一邊 剛才錄一邊說一邊 你們都有在助你 真的 你們要登記就對了 我們太平凡了吧 是不是 這個叫做頻尿 頻尿 頻尿其實有時候是心理因素的 因為他緊張 或者是 因為他也是股票的分析師 現在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去看一看最近的行情怎麼樣 也有可能是這樣 可是因為遇到養牧者 所以比較會緊張 我說亞方 我沒有辦法解釋 這個泌尿道系統好不好 是 好 因為這個腎臟 他從血裡面去做了尿以後 那就沿著輸尿管 輸尿管是一個輸送尿液的管子 很細 它在出口這個地方 還有血管擋住這個地方 還有進到膀胱這個地方 都是特別窄的地方 所以是結石常常卡住的地方 後來就進到了膀胱 膀胱是一個蓄尿袋 它平常就像一個很清澈的 一個壺一樣 它如果蓄到200的時候 開始就有一點點鳥蠅 不過大部分人都不會去上廁所 如果去上廁所 那就憑尿了 到蓄到四 五百 就蓋不住 它就要去 四 五百 那個時候就是膀胱 就會有一個很強的尿液感 然後就下來沿著尿道 就排出來 尿道男人跟女人不一樣 女人大概很短 大概只有三 四公分長 男人就相當長 因為他經過男人的陰莖 這個大概有二十幾公分 所以男人的尿道 如果說有石頭排出來 他會知道 他說怎麼有東西卡一卡 你放出來 然後快拿東西來進去 然後快拿出來 不像變模式變不見了 女性的話有時候排出來 他是不知道的 因為它很短 啪就出來 怎麼搞的 本來腰痛後來就不痛了 所以上廁是公平 這時候女生可能就排得比較快 可是女生這個尿道短 是有很大的問題的 因為它 它這個跟膀胱的角度 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它如果像生產 像這個更年期或是中文變化 那個角度 台灣會說過尾氣 尾氣 不夠膽就夠了 現在出力 就會露一點尿出來 這叫做壓力型的尿濕菌 所以女性的 面尿道問題還是滿多的 這個尿濕菌有時候很困擾 她就不能夠大聲的講話 或者是罵小孩 一罵就… 所以現在講話都要比較 就是要客製一下 校長在講我 怎麼了 我其實露尿 不是我罵小孩 不是 你不是大聲講話 對 我是在生產過程 因為我生的是雙胞胎 雙胞胎第一個生出來是頭 頭出來是順產 所以沒有開刀 可是第二個 它一定是要做出來 它是整個腳是這樣做出來 做出來的時候很危險 就把它推出來以後 後來我醒來的時候 醫生說我的膀胱 被我的小孩的腳打到 他說我的神經已經瘦死 他就這樣講 所以從這時候開始 差不多有五年的時間 我做完業子以後 做完業子的時候五年時間 我好久都沒有尿沒有變異沒有什麼 可是就會露出來這樣才知道 這個其實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生產過後 造成婦女的尿失禁 是最多的一個原因 因為你知道 這麼大的一個小孩 在骨盆腔裡面 他一定會把尿道跟膀胱的角度 造成一些改變 所以在產後 產後休息這段時間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們大家聽過這個凱格爾運動 就叫提肝運動 就是凱格爾這個醫生 他是個婦產科醫生 他教婦女在產後做這個運動 他的病人幾乎都沒有尿失禁 所以我們台灣都忘記這件事情了 你們今天來 我就先告訴你 什麼叫凱格爾運動 其實很簡單 你就想像你在小便 那麼小出去 當然不要真的小下去 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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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小儀到一半的時候 煞車 你現在就可以 這個煞車這個動作 那麼就可以知道 很多條肌肉在運動 我們現在來就試著用呼吸 你深呼吸就開始做提肛 大概3秒鐘 然後你再呼氣 大概1秒鐘 就把它放鬆了 這個叫一下 你要起碼做30下才有用 早上做30下 晚上做30下 然後做到連續三個月 很多婦女 這種尿失禁就會改善了 都不必開刀 不必 像我們這樣已經那麼老了 也可以嗎 也可以 這個肌肉是不會老的 因為這個叫做 生理回饋的運動 因為肌肉的收縮 我告訴你它有什麼好處 它男生 它可以預防痔瘡 因為那個肌肉 痔瘡也行 男生也要做嗎 這個是全民運動 全民運動開刀 每個人運動全民運動 細進來3秒鐘 如果你沒有漏尿 沒有做 你也可以做對不對 這個還有很多好處 今天大概 這個就講1 2種就好了 不過我在講就是說 當然漏尿的程度有不同種的 如果你已經都 都已經很厲害了 要爆尿布了 或者是你要墊東西了 現在當然開刀也非常容易 就是用個攜帶這樣吊起來 大概總共大概 開刀10分鐘就可以把它開好了 不用注意 大概簡單住一個晚上就可以了 可是最好還是不要開刀 如果輕度 連連東西都不必電 要小心一點的話 你開個人運動 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譬如說你今天要用力 要咳嗽 或者要跑步去追公共汽車 這時候你要先吸氣 然後再追 它就不會漏了 這時候你就可以不用手術了 要練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所以這個膀胱跟尿道的關係 其實在婦女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尿道很短 它的壞處也就是容易感染 所以婦女的膀胱號炎比男性多很多 因為它會從下面順著這個尿道上去 對 有的病人來跟我抱怨 對 這個當然跟受訓者不見得有關 就是小便以後 它很多餘滴 你知道藍人小便以後還要稍微甩一甩 對 所以好像台灣說 藍人小便拆一個酒的名字叫亥陶阿 就是要甩一甩 就是 它是甩個沒完你知道嗎 比如說你太多 不然拿到這種鑽得比較快 這種 就是用練這種運動 這種吃什麼藥都沒用 你如果說餘地太多的話 你稍微等一下 然後甩一甩 然後就做這個運動 提杠一下 它就不會再低了 所以很多病的吃藥不會好 我叫他這一招 那非常有效的 所以要持之以恆就對了 好 重點來了 音樂老師先幫我們出一下題目 人體的泌尿系統的四個器官 對 第一個要寫出的是形成尿液的器官 第二個是輸送尿液的器官 第三個是暫時儲存尿液的器官 第四個是排尿的器官 所以答案有四個 對 有一點難對不對 有一點難 如果您剛剛有仔細 很用心聽的校長的說明的話 這個答案就不難了 不必畫圖 不用像這樣 我會出來 你才寫這個答案就好了 好 答對 你就把這個答案寫在我們FB上面 而且分享出去 所以說要送給您我們的潮包 這紅色紡織贊助我們的 好 剛好期任院長提出的問題 我想也是很多觀眾朋友 想要問的問題 現在我們自己拿一張帶來 我們來做一個筆記 看我們的泌尿系統 現在的進行是怎麼樣 包括了總共有七大題 1到7分就是輕度 8到20是中度 21到35分是重度 老師是十八分 十八分是落在算是中度 我要跟小廣包他就很緊張 從那一集錄完之後他就到 你看 他其實就反映到很多人的這種心態 他就去黑白問 去買保健食品 不可能看醫生 不敢這樣 因為在我們錄另外一集保健食品 他又來問我們的專家 專家說不要 他就把那一千多塊丟掉了 可是他有緊張 他就覺得說 他會不會跑到這個重度的一些狀況 院長 其實我們剛剛在廣告時間 有做一些小小的評論 如果您不要公布也OK 對 只是您問到的題目 都是大家很關心的 您覺得自我評量這個還滿意嗎 目前滿意嗎 不是很滿意 所以我們校長一直很期望 我去看他的門總 我想最近可能會去找他 如果做了一下分數 不是很理想 好像滿高的 還比他高了一點 那有到這個 我已經說拼您重度了 我已經說21分 20分了 不過這個是可逆的對不對 校長這只是初步的評估而已 對啊 其實剛才講說多喝水 然後你如果說排尿是有 真的有障礙的時候 你要檢查 大部分現在有很多很有效的藥物 可以讓排尿很順暢 所以不必要到動手術的程度 所以這個還是自己先評量一下 其實你看看很多 如果喝水喝不夠 尿少的話 他這些症狀也會出現的 只要喝水少 對 這邊狀況都會 因為小便就不容易解 也就會細嗎 有 你小便不多 不過他怎麼會 對 你量如果不夠的話 還會斷斷續續 對 雖然我們有很多 可能會已經有泌尿的問題 但是就是很不好意思去看泌尿科 其實很想去看 但是就是不好意思去看 這中間就常常把一些毛病 就變成真的是毛病 怎麼辦呢 怎麼辦 怕犯罪 其實我覺得還好 這個面料到的本來就是 校長月鳥無數了 因為也許有些是關係到 關係到有一些藍性的 一些其他更敏感的問題 他們會比較擔心說被人家看不到 所以有的來看那些病 還畫其他的名詞來 不過其實你看 我幫院長想到一個解到方法 你戴面具 對不對 可以嗎 戴面具沒用 看身材都知道是誰 我們政府高二十幾年 大家馬上都認識我 看身材馬上都知道是誰 不過我們說真的是 排尿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每天 其實都要排好幾次 所以你排得很順暢的時候 是很快樂 舒服的事情 可是你有一天 如果排尿很困難 或者是他不聽話 就自己露出來的時候 你會非常苦惱 面子就不是問題了 對 這個是 所以德國人說一句話就是說 這個健康比被人家笑重要 好 健康比面子重要 可是網路上 賴賴賴去這些訊息 到底對我們是不是健康 真有幫助呢 趕快來趁我們請專家解惑 我們請專家解惑 順岐用養身佩服 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健康有幫在哪裡 我們站專立台灣台 好看 好學 好食用 週一到週五 上午十點 направ specifics !? 哇 你真的太快了啦 其實這樣一下去 你這樣往下看 完全就是一個 像這個山谷一樣耶 完全就是靠自己一樣的 那是母音 領埋高 秋季的人家 做得更恐怖的是 台灣經濟的澎湯 生活的土地 滷滷滷滷到一百年前 你一個人都滑白了 最好就是腸道健康 便便硬硬不行 便便稀爛不行 便便成型漂亮 腸道健康需要好菌 貴格成長奶粉 營養均衡完整 還有ABC健康三義菌 18天好菌增加一百倍 獲得國家認證 花奶第一選擇 我選貴格成長奶粉 妙叔變心囉 長大了 就勇敢做自己 七個月了呀 而且尿尿也變多了 全新頂級舒爽 即使尿量大增 也能1.3倍 極稀乾爽 對肌膚最好 開心做自己 心妙兒舒頂級舒爽 還有彈力側腰圍 好和聲 大神新同學報導 阿桑母紅茶奶茶 喜蘭奶茶 我們台灣人的電視台 29頻道 三立台灣台 三立台灣台 一天健康 一天健康霸鬆 如何讓一天的節奏動起來 我要滿滿的活力 我也要 我們都要完整八種B群 我還要加薪 精力充沛 我還要加鐵 油揚好氣色 滿足男女不同需求 烏動一天活力 客補B群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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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7是我的生日 也是您的生日 感謝您 壽星五間都免費喔 好 第一次來的 今天為您邀請到的是 輔大校長同事 秘藥特學的江漢森 校長來到節目當中 幫大家解惑 另外來了一位 是我們對日本的養生 很有研究 同時 真的非常的幽默風趣 我們的外語學院的 賴院長 當然劉一粒 就是我們的劉一粒老師 我們很期待 在下次來的時候 院長真的把結石變不住了 不能留給 千萬不能劉一粒 好 剛剛校長也說 健康比心腸重要 常常我們現在資訊太發達了 三不五時 怎麼來怎麼去 這吃好倒燙不 到底好不好 好 來 我們破解一下 包括了 如果我們不喜歡喝 就是很純淨的白開水 加一點石流 或者是用南瓜蔓 就南瓜疼 乾了之後不要浪費 拿來泡水 可以嗎 其實這個本質上 都是鼓勵大家多喝水的意思 因為現在很多人 不喜歡喝白開水 所以它就是泡有味道的水 不過提醒一下這兩個 因為石流跟南瓜 都是屬於高甲的 它如果煮酒的話 甲會融在水裡面 如果你本身是腎臟變成現甲的 那就不能用了 這個稍微提醒一下它的禁忌 對 啤酒我還是簡單補充一下 很多人喝啤酒 他會覺得有效 為什麼 因為啤酒的利尿 他會發現說 幾顆小石頭有跑出來 不過我建議 第一個酒精本來就不能過量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它利尿 如果你沒有再額外再喝水的話 你體內是足於缺水的狀況 所以盡量不要用這種偏方 如果說真的是有結實的體質 飲食改變 然後多喝水 再不行可能就要做自然 好 另外呢 腰酸背痛就是結實嗎 像剛我們也大致有提了一下 應該有一部分是 可是很多不是的 因為他大部分來醫院看腰酸背痛 很多是跟坐骨神經 跟背痛有關的 所以不見得就一定是 可是你知道有血尿 或者是有合併的發燒 那就一定是解釋 所以腰酸背痛 其實是最常見的症狀之一 可是裡面有一部分不是解釋 好 另外腎結石要開到嗎 會不會再復發 絕大部分是不需要開到 我剛剛講說 其實最好的治療就是 喝水讓它自己排出來 如果小於0.5公分以下 那機率是相當高的 那麼再過來最重要的治療是 睡時 體外增波睡時 那現在大部分都不需要做麻醉 那大概也不用住院 而且現在都有新的醫療科技 對不對 對 如果說還睡時打不睡的話 我們可以從塑尿管進去 那就是剛才講 那比較不舒服 那要住院 那要麻醉 或者是從腎臟打一個小洞進去 我們叫做筋皮去取這個石頭 真的是需要開刀的那個很大的鹿角石 現在已經是非常非常少了 那麼會復發 那就是大部分的病人還是會復發的 就是生活習慣如果沒有改 對 我們剛剛一開始提到那個說 他有石頭 然後把他放了三個月不管 其實這個不僅是不對 而且你石頭如果處理好了 不管是解掉 或者是打稅 或者是拿掉 他至少半年到一年 還是要追蹤一下 坊間有很多那種花石草 對啊 花石草 我其實好 院長 校長您也有被 對不對 請教過 這個其實在以前 我們早期沒有這個碎食 沒有什麼的時候 因為除了解出來就是要開刀 算是草藥一種是不是 所以大部分人都要吃這些化石草 喝這些水 中藥裡面有相當多化石的處方 不過我們現在去回顧它這些 這些藥理作用還是屬於一種逆尿 讓小便能夠更多排出來的 逆尿的作用就對了 礦泉水天天喝會不會甚結石 這個是不對的觀念 我必須要說就是說水大概有兩種 一種是硬水 一種是軟水 你在你看歐洲很多國家 它是在水打開來 那個水到後來都會沉澱的 所以他們認為這個水容易結石 所以他們喜歡喝啤酒 其實觀念是不對的 因為硬水即使這樣喝 它也不會結石 我剛才講結石其實是它在尿路 在這個小便裡面 它有一些沉澱才會的 如果說從糞便排解是不會的 所以礦泉水基本上 它那種礦物質 其實不會說是在每個人身上 就會在尿路造成結石就對了 可以 好 這樣解禍 大家因為信眾疑慮就可以釐清了 最後我們邀請賢醫老師 應該上點心 以前都上菜對不對 要跟大家來分享的是 女生其實常常會命 要到感染問題 所以校長之前上一次節目 我記得 你說蔓越莓 因為它是有燙氧化對不對 對 而且能夠讓尿液酸化 所以尿液酸化我們知道 對剛才第一個談到那種 大型的結石 鹿角石 那種大部分都是發炎結石 長期的泌尿道感染 或者是膀胱發炎 這些病人如果說很難預防的話 其實你用蔓越莓 也是可以做讓小便酸化的作用 所以今天賢老師要教大家 很簡單 好吃可口又可以吃到蔓越莓 對 漫漫男子小餅 對 我不是只有針對女生 男生的那個南瓜子 對 南瓜子也加進來了 很棒 對 我今天設計的是比較簡單的 就是每個家庭 家裡面都會有的東西 所以我們首先要放兩顆蛋 假如說你想要讓它更脆更硬的話 蛋黃拿掉一顆可以的 好 對 兩顆蛋 然後我會加上我的這個蜂蜜 蜂蜜我大概先加個兩大匙 因為蔓越莓會酸 所以加一點點 對 我不想讓 對 我就直接加蛋跟糖 這很簡單 每個都會嘛 對不對 先打散 會加一點橄欖油 其實不一定橄欖油 我可以講 這橄欖油不要太 就是說一定要兩點高一點的 它不要用那種很粗純的那種高 只要有油脂就好了 一般的那種純的橄欖油 對 植物油也是兩大匙 然後大概就是 蔓越莓兩大匙 蔓越待會兒再放 為什麼還要塞過呢 奇怪 剛剛看到有沒有一粒的粉 因為我們碰到空氣它會結塊 你是放太久才會這樣嗎 不會 它只要碰到空氣 就容易結塊 可是我們不是揉它 這是低筋麵粉 我們不是揉它 不是揉它的話 用低筋的 對 它不是揉它 它就會容易結塊 然後你吃起來會有一塊塊的粉粒 所以用普通的這種網子過篩 然後再把這個是泡打粉 泡打粉一點點就對了 一點點 二分之一小匙 都跟二有關的 然後我們就用手揉一揉它 好 奶粉也放進來 好 來 我一起幫你加 奶粉有香味 全部放進來 對 像這樣我們的麵團就做好了 然後你就把它這樣子 抓成一小塊一小塊的 放在烤箱裡面烤多久 180度的 我們大概先烤個20分鐘 假如說你的家的 那個米家烤箱的溫度不一樣 要全火的嗎 上下都要的嗎 上下一百萬 上下都要有的 假如說20分鐘 你覺得很快 有一點像這樣焦黃 就18分鐘就可以 好 這就是經過了 我們20分鐘之後 烤出來的就是這個樣子了 這個過程很簡單 有沒有看到 可以試試看看 對 因為是外面沒有賣的 對 外面沒有賣 在外面買不到 這個是亞方特別要求 要做點心 我就說換做一下點心 給大家嘗嘗 像這樣 它一個餅乾的餡就做好了 我這樣蔓越莓可以放多一點 可以放多一點 對 為什麼不直接吃蔓越莓 跟南瓜子就好了 很好 是可以 對 可是有時候 放在院長就生生 要多點熱去之後 把它變化一下 對 我們生一下吃點心 對 是下午茶的時候 我都是抓來直接 因為燕港太忙 對 也可以 這個是另外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的吃法 對 很好吃 很好吃 在等待過程當中 大家就來學變魔術了 因為他在教我們怎麼變 對 其實這是技巧而已 你要拿 要拿這個